放心 算了算了 都留给我老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台湾四年的当当 那我之前来台北交换学生的时候呢 就在夜市吃得不亦乐乎 在高雄呢住了两年半之后 原本我觉得有一点偏甜的咖喱饭 还有汤头甜甜的汕头火锅 都变成了我很习惯 而且现在会怀念的口碑 但是但是但是 四年了 这些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五种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的食物 我心中不能接受第一名 是唯一一个我跟我老公达成共识的 难道是我们的打开方式有问题 那先来说不能接受第五名 油饭 其实在台湾像是年菜呀 然后还有一些婚宴啊 半桌呀 甚至是拜拜 油饭呢都是一个必须有的经典菜色 而且依照传统的话呢 明月也要送油饭 油饭的配料也是非常的丰富 像是什么腊肉啦腊肠啦香菇啦 红葱头啦 干鱿鱿鱼花生等等等等 我还吃过那种整个油饭上面还要撒满满樱花霞的 那配料这么丰富 听起来应该是很棒啊 无论是口感还是口味都应该蛮有层次的 可是怎么说呢 就这些东西啊单独放着我都可以 放在一起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像是我从小呢就不太能接受饭跟菜放在一起的这种模式 甚至我小的时候灰毛到如果我的米饭上面沾上了菜汤 那这碗米饭我就只能给我妈吃了 好险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宽容了 不然我岂不是就要错过矿肉饭了 而且啊在我心里就是我吃下来的感受 我觉得油饭跟没有皮的肉粽没有什么差别 那为了例证我真的无法接受 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这颗冷冻库里 从冬节冻到了感恩节的肉粽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系是我既往的印象里 墨米的吃法比较偏甜一点的吧 像我们东北的粽子呢也是白粽 或者是包红枣啊豆沙这些的 然后白粽我们煮熟之后呢就会沾白糖或者蜂蜜 像我刚到厦门的时候啊 也是被厦门的闲粽进行了震撼教育 不过其实有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 就是其实台湾很多小吃嘛都是用糯米做的 像是米糕啊饭团啊这种 我都吃的蛮开心的呢 我问起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肉粽的关系 因为我很爱肉粽 所以米糕给过 那不能接受的第四名 肉羹 其实我不能接受的不是肉羹 是羹 我还去Google了一下 就是羹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台湾菜和米南菜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 那羹呢就是一种粘稠的浓汤 主要油菜肉和勾芡 对没错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勾芡上 我不喜欢这种粘粘乎乎的口感 那我今天也搞了一碗啊 大家不用担心绝对不会浪费 这些呢都只是我不吃 但是我老公吃呀 嗯 这也太浓郁 太粘稠了吧 哎 算了算了 都留给我老公 不能好好地搞一个汤吗 为什么要搞得这样粘粘乎乎的呢 吃了这个肉羹之后就不用吃主食了吗 就这个调味真的还挺棒的 但就这个口感 直接在我这里就不行不行不行了 对我想起来 我之前在高雄呢 有吃一家土托鱼羹 那个我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羹和它的鱼是分开的 所以我可以只吃鱼 然后给我老公喝羹 那不能接受第三名 它算是台湾一个很常见的食材了 可以卤啊 可以煎啊 还可以煮汤 台湾人的餐桌上应该满场出现的 嗯 没错 就是这个 虱目鱼 这个虱目鱼其实最棒的就是这个鱼肚 虱目鱼肚啊 这个好像也是很多热炒地 或者是便当店 会有的这个菜 咋说呢 首先我觉得虱目鱼有一个味道 算是土味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反正我之前有干过一次很智障的事情 就我拿虱目鱼去做水煮鱼 但即使是口味那么重的麻辣的那个水煮鱼 都没有办法干过去鱼的那个味道 第二个问题是 虱目鱼有很多的西次 就你吃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非常的慢 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就是咽下去的才知道 那就很危险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说就是你吃鱼肚一般就不太会有西次了嘛 哎 那对我来讲就有了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鱼肚 鱼肚上面都会有一层这个很肥美的部分 其实这个鱼肚也是因为它肥美 所以好吃 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行啊 所以我吃之前我一定要把它都认真的剥掉 然后我剥的就很辛苦 还会把那个整个鱼肚就是搞得破破烂烂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留给适合的人吧 那现在来说不能接受第二名了 最近啊有一件轰动圈台的事情 就是魔兽呢来台湾打球了嘛 我对篮球还好 但是有一个新闻吸引到我了 他爱吃鸡屁股 我一个亚洲人竟然在接地气这件事情上输给了一个美国人 鸡屁股这个玩意儿 我连机会都没给过他呀 其实有很多人不吃鸡屁股可能是因为他是屁股 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有卫生的隐患 但是对我来讲呢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是肥肉 我不吃肥肉 当然就也不吃皮 就是我曾经认真的问过我老公 吃鸡屁股的这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他说就能吃一块鸡脂肪 所以就完全把我给劝退了 就是吃肥肉和吃皮的快乐 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快乐 但明显我老公呢就很爱吃鸡屁股 我问他吃不吃咸素鸡 他说他不吃 但是当我要去买咸素鸡的时候呢 他就让我给他带一串鸡屁股 我就纳闷了 那怎么好吃多烤鸡的那个鸡屁股他不吃呢 按道理来说啊 那么大一只鸡 只有那么一小块屁股 这个珍质程度根本就是 那么大的一头牛 只有那么一小块牛舌 肯定是我自己不懂珍惜啊 不过没关系 虽然我不吃 但是我维护你们吃的权利啊 这呢是一串鸡屁股是烤的 然后我们第一次来试试一下 给他个机会啊 放弃 最后就是这个不能接受的第一名 也是唯一一个我跟我老公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哎就是乌鱼子 乌鱼子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来台湾之后才吃过 当然是我之前有吃到过其他的鱼子的相关的料理吧 那这个无法接受乌鱼子的原因 我觉得说出来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 就是它味道真的重 又腥又咸 你说是因为我自己怕腥味吗 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对腥味很敏感的人 像我从小就是家里海很近嘛 所以吃很多海鲜 然后像是鱼卵蟹黄这些也是我很爱的 包括什么明太子啊 我都O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乌鱼子呢 就是我尝试过很多次 无论是家里长辈料理的 还是在外面餐厅吃的 还有那种现在就是那种一口装的 开带即时的 都不太对啊 就是一般乌鱼子呢 它不是一片乌鱼子一片萝卜 然后还有蒜苗 可是萝卜很脆 乌鱼子呢很黏 所以我嚼着嚼着 萝卜已经念下去了 乌鱼子还黏在我牙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乌鱼子这事呢 我还跟我朋友讨论过 他断言我们这就是烹饪的方法不对 他当时给我讲了一套 就还蛮复杂的吧 好像还要用什么高粱酒折纳的 嗯我也是一脸梦 还是今年过年我再试一下 那这个乌鱼子到底怎么弄才好啊 大家赶紧救救我 那今天说这么多呢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就是我不爱这些东西 所以会变得难以胜出 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 毕竟我不能接受的才五个 我可以接受的 还有另外五百五千个 我还有什么盐水鸡 鸡排 骨肉饭 卤味 青瓜球 红油饼 等等等等的 那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对我刚说过那些食物的看法 或者有哪些食物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顺便调查一下 如果后面我来吃臭豆腐 有人看吗 那记得帮我点赞 订阅 开铃铛 我是刀娜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